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在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安省省民之中 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 不會接種第二劑的加強針 張桂葉的報導 民調機構Angus Reed 在本月13日至15日 隨機訪問了1583名成年國民 結果顯示 雖然有62%表示願意再次接種加強針 但仍然有18%表明不會接種 調查也指出 儘管有部分省民對接種加強針猶豫 但仍然有近70%表示 若果有必要會每年接種一劑加強針 不到30%的人持相反意見 當被問及省民希望何時推行相關計劃 有61%希望盡快擴大到18歲或以上人群 20%表示沒有必要擴大接種加強劑的資格 其餘19%就希望針對Omicron的疫苗 能夠在秋季或冬季推出 總體而言 有70%的省民認同及時接種新冠疫苗 是對抗疫情的有效方法